以两岸社区营造、助力城市更新为主题的第13届海峡论坛 2021年两岸社区交流研讨会6月30日下午在福州举行 50多位两岸优秀建筑师齐聚 传递各自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台湾建筑设计团队扎根福建 助力城市更新行动 深化敏台城市建设领域合作 曾志颖是一名来自台北的建筑设计师 2016年,看好大陆广阔的发展前景 他依然跨海来到福州成立文创公司 开启在大陆创业的历程 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小馒头 这几年来,曾志颖及其团队致力于挖掘记忆、活化历史 参与了多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 我们都必须要从人这个部分开始做起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行动上面 我们必须要激起居民共同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方式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所谓改变的这件事情 台湾建筑设计师吴正龙 多年来在福州策划执行了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 在他看来,社区营造工作 重在动员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社区的居民他都来参与我们的方案的检讨 然后这中间的施工的过程 所有的这个居民他都来监工 然后最后完工的时候 举办了这个完工的典礼 社区居民都来参与 而且都非常高兴 所以这一个小工程 非常小的一个工程 但是把所有的社区的居民的这个心 公益的心,功德的心,还有这个共赐的心 都把它挑动起来了 当天的研讨会上 还发布了福州市静安区10个市区营造项目 为台湾团队提供广泛合作机会 采访中不少台湾建筑设计师表示 大陆广阔的空间 给了台湾团队一个师长才干的大舞台 我们可以把台湾的一些经验拿过来 当一个借鉴的方式 然后再跟大陆这边的一些模式 还有文化去做融合 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节点去打造计划 怎么样更有人情味 然后更有温暖 更有感情 然后对我们的城市更有认同感 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一个城市 最重要的一个理想